好好伸手, 出狗潛山 功架真不錯, 各位媳婦過獎 耍幾個東西就說有天分 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啟動還是能打 你別說了, 正所謂拳怕少壯 你沒聽過嗎? 我說年輕可惠, 好像慈父的兒子 阿孝一樣做過大龍先生的貼身保鑣 這個阿遠是大龍先生的現任保鑣 阿孝, 絕對不差, 阿孝 那就打個才知道 喝茶… 喝茶… 飯來了, 好… 吃飯… 吃飯… 這麼多汁? 忘了叫他少點汁, 不如換個碟 師父, 你如果叫他換個碟 他很可能把這些碟倒掉 別浪費, 其實我可以分開它 好 應該沒問題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怎麼做得到? 是同時用陰力和離心力 一起發功才能做到這樣的效果 簡直是出神入化 武功深不可測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草原拳坤大樂儀是他的獨門秘工 阿孝應該不認識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回來啦 早了 跟蘇娜今天整理 當然要早點回來捧場 糟了, 為何有炸雞沒有油煙味呢 你們之所以覺得這麼心亢實意 看有沒有湯遠哥在裡面幫忙 誰做的有分別嗎? 你們有聽過草原拳坤大樂儀嗎? 沒有, 進去吧, 見識一下 你這拳拳坤大樂儀厲害 平時爸爸炸的東西 炸到自己好像掉進鑊油一樣 一陣油煙裂 現在爸爸一陣味都很香噴噴 過獎了, 善姐 你猜你這拳可不可以用在煮麵包上? 可以試一下, 你想什麼時候煮? 等等, 吃完飲料都可以 不如試上吸塵吧 照計算問題不大 以後我們抽油煙機、吸塵機、麵包機 連洗衣機、乾衣機都不用 算了, 一年欠不少 不是吧?洗衣服也可以嗎? 之前我們洗衣機壞了 就是靠湯遠哥幫我們洗衣服 那屁股可不可以用?絲油可不可以用? 羊毛可不可以用? 會不會縮水一半就不行 不行 阿遠, 剛剛好…來這裡 我在廚房裡的洗衣機壞了 現在都倒閉了 你那天早上大樂儀聽說洗衣服可以 洗衣服可以嗎? 應該沒問題 我待會下班之後過來找來看看 謝謝… 謝謝… 藝月, 我一頓飯都沒吃完 豪仔已經是第五個人拉著來說話 究竟有什麼事? 我一招大樂儀通了天 所以他們找我幫忙解決問題 你不夠錢用嗎?要避開 大龍先生, 你千萬別誤會 我沒有收他們的錢, 不算避開 我一元也不收就幫人做事 你是不是傻了? 這招我練得滾瓜爛熟 拼了兩夜又幫到人, 何樂而不為呢? 擅長的事永遠都不要免費幫忙做 如果收人的錢的話, 我又好賑賄 撇花不說錢, 那這些時間呢? 今天五個、明天十個 那你怎麼辦? 時間就是金錢, 你虧得起嗎? 大龍先生說得對 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 時間真的虧不起 聽我說吧, 只要收錢, 別管理 你真是決定收? 我決定收, 你們做我的學生 把大樂儀這招教會你們 受之以餘, 不如受之以餘吧 但是我們沒有功夫底, 會不會學不來? 這招教會絕對不是絕學 只要你有行心, 用心就一定學到 你收多少錢學費? 當年拖羅舅舅教我的時候 都沒有收我錢 所以我沒打算收你們的錢 這樣也不用 你別管閒嘴 大樂儀這麼沒用, 當然要學吧 上次你搓麵團 焗出來的包領事送給我 我也想學 熟了, 我就可以拿來洗衣服 就不怕洗爛我的鬼衣服了 學到一件事總是好事 我寫的也比你更多 總之不用像這些慈善事件 就適合我了 太好了 我叫街坊和武術界的朋友一起學 多些人學, 氣氛也會比較好 到現場互相提點一下 進步也會比較快 戒羅, 說給你吧 這次真是多虧你 要不是你, 怎麼可能能幫到這個場 這一招我聽到就很想學 學成之後 所有洗碗碟機都不用用了 加了很多 好 學生來做監獄, 還一漏 學當早上你旁身 以後不一定要做保安 阿孝 我最想不到就是你 你爸爸竟然肯讓你來 他不知道我是來的 我瞞著他過來觀摩一下… 你最心不覺得悔悔的事 當然不是, 爸爸上來不敢 剛才說的對方要去叫我保安 早安 早安, 莫力Sir 好, 人齊齊了 來…現在訓練正式開始 好… 怎麼樣… 沒事吧? 舉啞鈴100次, 拿盤頭100次 坐下100次, 一個小時 我們是留學功夫, 不是來做健身 其實戴羅兒這招 是要利用全身的肌肉去帶動的 如果不時才鍛鍊好 這樣很容易受傷 那想問要練多久才學得識? 我練了一年 不過我看過有人練了一個月就認識了 我們姿勢這麼好 我一個星期就學會了 那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 好, 大家繼續練, 我先去洗樓間 好, 大家繼續練, 我先去洗樓間 我稍後記得咖啡店有事要做, 要先走 金松, 麻煩你待會阿遠進來 你告訴他, 我下次再來練 我差點忘記門盔 不准電V, 阿蓮V這麼不光強的東西 我不練了, 我要走了 等等… 我夠多, 我先走了 你走 爸爸, 你忘記了大鑰匙 你叫大人家的 好, 我幫你教你, 那我先走了 電話叫轉了 是這樣的 你看他們一個人找你藉口走 那我們… 我要回去洗樓 爸爸, 你要上速學 你要上陳寶圖 你留在家 至於你, 留在這裡 為什麼要等我? 我們全都走了 誰跟阿遠說, 我們走了 你不進地獄誰進地獄呢? 大學不斷教你的 為了大家, 辛苦你了 而且我們洪家, 每個人都有雜母的資質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人留到最後 若不是很失禮人 公公, 其實我姓金 我的資質很撤裂 不如你們走… 不, 我先走了, 你們留在這裡 慢著…你走就行, 先買點錢 公公, 你別耍我 阿遠哥說不用錢, 你當我不知道嗎 錢不是給阿遠的 是給我新的洗衣機一萬元 抽油煙機, 還有安裝費, 賣四元 吸塵機, 七千元, 運費 家裡的生意, 算了, 不收你了 其實我當洪上線的兒子 我幫你責任我處理, 你們走吧 好, 再見 再見 阿婆… 什麼只剩下你們?其他人呢? 他們每個人都說有事, 要先走了 明白的, 我已經預料了 其實第一階段是最容易放棄的 不過事實證明了, 我沒有看錯人 洪家的意志力是最堅定的 禁止太沒登場 大家休息完呢, 我們開始第二回合了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子麥 我是張景淳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伸出了一條 專門為底地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記得subscribe 吧